就是在我们在谈论这个job hunting 是吧 因为我还是我们他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很多次了 非常多的次了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就是这种这种topic反复来反复去 都都告诉大家怎么来求知面试的是吧 但是还是我其实在随着我们这个同学的往前推进 就是在这个学习求知面试往前推进 我还是能看到因为大家跟我互动起来 大家给我来打电话来探讨这个 包括简历面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还有些concern啊 包括心中有坎啊 包括觉得自己心里没底啊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心里没底啊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我今天把这个列一下 就这个列一下 这是我们在现在啊 就是我们已经跨入这个整个这个体系 学习完成之后面试求知 我还是看到了这样一些一些情况 我想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但是呢 看看别人的也许对大家有帮助啊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同学们求知的过程中 有两种 一个是就是专业求知 就是全职的求知 这个我想有一部分人啊 是专业性求知 那这个没有问题 你的这个你现在的工作就是求知 求知是比你实际上比你工作更辛苦的一种一种劳作 是吧 他有一种心智上的这种考验啊 包括你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停的学习 喜喜福福啊 应应付各种局面啊 这个这个专业性求知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大家只要focus专注 然后呢 不停的发简历 是吧 要找到你最自己合适的位置发简历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面试策略 把自己展示的很透彻很清晰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我们在同学里面有兼职性求知 这个有一批人呢 就是在他们还在工作啊 甚至接电话都不方便 呃 那这种求知怎么办呢 呃 那就不能抱怨说哎呀 这个怎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求知成功 因为兼职性求知 这个是对人是更大的一个考验挑战 为什么呢 你你还要应付你现在的全职工作 是吧 你的这个呃 举举动 然后不能让别人察觉 是吧 因为你在求职嘛 而且你在合适的时间接不了电话 这个这个就是求职的 变成求职的一个障碍了 那我们说怎么办呢 像专业性求职 我觉得你就是撒网 是吧 只要把只要你合适的职位 你就可以普遍的去去投递简历 然后去求职面试 但兼职求职 你需要精准 就是不是每一个职位 你都要去投递的 当当你要 你就要精准找好你的和非常合适的职位 是吧 去投递这种简历 然后在在兼职受求职上面 最好你告诉他 你现在还在工作 是吧 你prefer 他什么时候能联系你 啊 或者通过email联系 或者是他可以留下他的电话 把你打过去 或者在某个时间段 能reach到你 这是比较合适的 那兼职求职 所以说不是说 在于你简历发的量 是在你的你的精准 在于你的精准 还有一个 你要在下面做足了功夫 我们说专业求职啊 你可以在这个求职过程中 因为有很多面试的机会 你在这个里面面试过程中 真枪实弹 是吧 去得到成长 锻炼 然后去拿到好的位置 兼职求职 你不可能去一天到晚在外面面试嘛 所以说啊 你要在下面做足功夫 就是说精准 而且呢 成功率要高啊 那那我们讲过 这种这种面试的准备 那你要准备的彻 彻底的彻头彻尾 是吧 非常完善的准备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争取几次面试 拿到相应的职位 这是你要一个balance 你的现在的职位 和你这个求职 取得balance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提倡大家的是 就是不过专业求职 是吧 还是这个兼职求职 都是要有一种专业的态度 有这种充分的心理的准备 所以说我在那个 你看这个job hunting tips 我在上面谈到的是乐观 积极和向上 大家一定 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成功 是吧 应该很积极 还有那个positive 非常的乐观 positive正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我们家有一个猎头 叫这个judy 有天他跟我说 他见了几个candidate 他说他怎么就那么别扭 他跟我说 哎呀太别扭了 那怎么就 问他问题呢 就是 他就很被动 跟他交流起来很被动 问他问题呢 就是问一个答一个 然后呢 有的问题还比较偏激 就是这样 他就是出来 judy说怎么 哎呀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成功 从一个猎头的角度 他都不愿意 跟他再多谈 是吧 就是你有的人吧 半句话就多了 是不是 就是你要 比较一个非常和谐的环境 非常积极乐观向上 这样的话 在别人跟你沟通交流起来的时候 他有这种兴趣 他有这种这个愿意投入 是吧 愿意跟你来交流 像那 这个是judy啊 他给我谈到的这个情况 他说哎呀太别扭了 他说这么的 当时就赶快就结束 算了 他说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觉得在那里面 就是非常的压抑 非常的这个 不能畅所欲言 问一个几一个 是吧 这样的问题 而且 他需要一点一点的 去了解 就是这个沟通的效率很低 所以说这个 我就说呀 这就是这种态度 像attitude的 乐观积极向上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在求职这个过程中 求职 我说求职是什么东西 可能大家都抽象 求职是什么东西 因为有不同的职业方向 有不同的求职的场面也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求职如相亲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像如果你去相亲的话 你希望对方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 你希望你展示给对方什么样子 当然也是一种 非常积极向上的 是不是 然后你非常有这个能力 是吧 人家愿意让 能做事 而且人家愿意跟你一块做事 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是一种对等的是吧 对等的 而你愿意加入到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也愿意 给你这份offer的 这样一种态度 猎头就是个没人啊 我们能 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现象 有的人把猎头捧的太高 哎呀 风天过节 还要跟这个 我们以前这儿有一个 有一个同学 风天过节 还要给猎头送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礼物啊 保持这种 哎呀 这种connection 还要到登门 这个造访啊 来感谢 其实这些东西 我后来说都不必要 你跟这个猎头 就是个没人 然后你就是他的一个商品 是吧 他就是一个中介 一个桥梁 他把你推荐给企业 他就赚钱了 如果你是值得推荐的一个人 他经过这种啊 你像我们那个 朱利 他会去扎着一下 他觉得你是否可以推荐 是吧 如果你不行 他就不会推荐你 他把你扔到一边了 你的简历就到垃圾桶里去了 是吧 如果你是行的 他一定会去推荐你的 因为推荐你 他就赚到钱了嘛 是吧 所以跟猎头保持一个connection 不需要把他们捧的太高 是吧 但是呢 你也不要把他look down他们 就把他们看得太低 是吧 他们你们俩 你们你跟猎头之间是一种伙伴的关系 互利互惠的一种关系 他来推荐你的一种关系 如果你行 他一定会推荐你 如果你不行 你就是再送他礼物 你就是再appreciate他 你就是再讨好他 也没用 是吧 所以大家有这样一个态度就好 对待猎头就好 而且猎头 我们其实在猎头 猎头我们能充分的利用猎头 因为猎头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 他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相关的信息 还有他能给我们在里面这个握拳 是吧 能给我们谈offer 然后能推荐我们 因为有些我们 我们在展示自己的时候 只能在interview期间来展示嘛 但猎头他可以在这个下面 是吧 他可以很好的推荐你 这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充分利用好猎头 然后build a connection 然后把这个求职 就像相亲一样 你想marry他吗 就像你敢给他结合吗 这种结合不是那种 这种像这种 我记得以前我讲的视频叫marry 下面人很生气啊 怎么怎么在职场里要结婚呢 不是的 marry就是一种联合结合的意思 是不是 就是你跟这个企业 形成了一种雇佣 我们也叫marry嘛 marry是个企业 是吧 就像我们在这个 有一种在这个现实生活中 我们说这个职场的理论 有一种叫寡妇职位 寡妇职位 大家了解吗 就是这个职位嫁给这个人 嫁给这个candidate的时候 这个candidate必定要死去的 这种职位 有很多职场是这样的职位啊 这个职位设置 就是他的不合理性 或者是这个职位本身 就非常的touch 非常的challenge 每个承担了这个职位的人 可能一两年之后就死去了 就就就被 就不能胜任啊 不能抵抗这样的职位 是吧 这叫寡妇职位 我们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你跟这个企业啊 这个职位marry了之后 对最后你被开掉了 是吧 你不能胜任 你离开了啊 那个职位又成了寡妇了吗 所以说大家 这就是我就说 所以说这是marry啊 marry不光是相亲 结婚的意思 也是跟企业啊 进行这个 拿到offer 我们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那个 要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man side在心里头 我们去谈一个职位的时候 是一种对等的 然后展示我们自己的 乐观向上的 去跟地方交流沟通 是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每个同学啊 在这个求是面试过程 在不同的阶段 所以我都特别能理解 然后他们来找到我 其实说呀 老师啊 我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安心啊 就是我这个 这个是不是会 这个我能不能做呀 我心里有没有底呀 哎呀 这个你看这一段 这个经历 是不是我 我展示的有点过分呢 这这这 然后呢 人家是不是会 影响到这个 影响到这个 是吧 社会上有很多 这样的这种传说和留言 而且那个 你的朋友之间 有时候有时候也会啊 给你一些 这种负面的这种 诱导等等 等等 我见的多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 心理上就有 很多很多的坎 哎呀 这个坎 我现在可以明晰的告诉大家啊 这种坎都是你自己给的 知道吗 都是你自己给的 所以 呃 你想 呃 这种坎 是你求职的一个障碍 要把它甩掉 而且这是不必要的坎 是吧 我们那个 那么多同学都求职成功了 都 大家的这个道路都非常的坦荡 是吧 一点点问题都没有 不要把这个坎清除掉 因为它是你的障碍 这种障碍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啊 是你心里的障碍 当你来给我谈的时候 我说没有问题 你就往前走 那是光明大道 不要一天到我缩手缩脚的 给自己设置了那么多坎 是吧 呃 甩包袱 还有甩包袱 其实就是我们呢 我们来到这儿 是为了求职的 就是学习也是为了求职的 我们一切都是围绕着求职展开的 那你像我们有的同学 他这个求职的策略 比如有的同学会把这边的一些教育背景去掉 或者把一些不相关的教育背景去掉 这就是一种甩包袱 因为你的简历 这边的简历 就是你的简历 应该是最match 你所求职的position的 是最简单 清晰的展示你的 让人家一下就抓住你的 是吧 把那些自己很多这种职场上的包袱 哎呀 这段我这这段经历很可惜啊 哎呀 这这里面我投入巨大的这个艰辛啊 我觉得我特别有成绩 但是如果这段经历不是相关的 是inrelevant跟你的职位的去掉 是吧 这就要甩包袱 包括你能得到更高的学历 如果他不能有助你以求职的话 把它去掉甩掉 你甩的越彻底越好 是吧 我们叫改新革面 就是你现在这个职位 你就是展身展现给别人的一个崭新的啊 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价值的 是吧 一个一个 一个方面就行了 不需要 那不需要在身上有很多包袱 对背着包袱走 你想想你能这个是不是举步维艰了啊 呃 这是我看到的 就是我当我跟你们说 把包袱甩掉 把心心中的坎清除掉 真的 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所以就不要再瑞斯道 我有老师 我还有这样的concern啊 就不要了 是吧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不要有这样的concern 我说的不需要就不需要 甩包袱还容易 因为你在这个 在这个 我靠他简历的时候 有的东西是要需要去掉的 是吧 如果他不是不是相关联的 但是清除心中的坎 我就说了很多遍 有的人还在哪 还在哪 然后就反复的在说 哎呀 就还有这个 而是互相 同学们之间互相的还吓唬对方 呃 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啊 有的有的同学 呃 他其实他的很好的朋友 不是我们的同学啊 就是他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学 也在这个给他反倒在施加 给他心中来设置这种坎 这都是不不健康的 我觉得啊 这都不是不够意思 是吧 呃 专注和听劝 为什么我说要专注和听劝 呃 我我曾经讲过一个爱地求知 我说我说的话 就是我耳边的清风啊 对我们 就就对很多 呃 对一些人来说 是耳边的清风 是吧 怎么不留痕迹呢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啊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要要听劝 呃 我说的话 我觉得啊 在我这边 我说的话 是有权威性的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说的话 是可以去听取的 是吧 呃 我只能这样说 你听听到了 真的是用心去听 是吧 去改变自己 改观自己 真的 你可能离成功 是吧 比更好的offer 就越来越近 呃 不要受各方面的这种 这种声音的影响 啊 就就follow我的 我的 我给你们的指导 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呃 我在这个职场里面走了这么多年 是吧 二十多年我在IT领域 我对IT领域的技术体系 啊 我从来都没有那个不在track上 是吧 还有一个 我 我自己求职过无数次 是吧 从最最最最开始的 来到这个国家 是吧 我跟你们一样 那时候也是 我虽然是做IT的 但是我没有做加瓦 一直到最后 求职很多职位 而且我也招聘过很多职位 我招聘了很多很多人 是吧 还有在你这几年 我们办这个学校 办这个consulting company 我也看了太多太多人了 然后我们同学的成功失败 是吧 在里面 在这里面 我都会把它累积起来 成为我们的这个 智慧和知识体系 来分享给大家的 呃 我说的话 是吧 是建立在整个的 这个体系之上的 也许有那么点偏颇啊 但是总的来说 我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所以一定要听劝 这是我一再强调的 听劝啊 我说你专注到这个知识体系 专注到我们这个知识体系上 就够了 够了 你根本不可能掌握的 我说你掌握个百分之三十 就不错了 不要在一天到晚 再去呃 在在这个偏离的方向 这抓一把 那抓一把 是吧 就要听劝啊 我说你清除了 心中的坎 清除掉 没问题 要听劝 我说你ready了 你就ready了 我根据我的观察 我说你ready了 可以求职了 你就ready了 去求职了 是吧 哎 这个听劝很重要 听劝能能大大加快 呃 成功的进场 至少 是吧 不是我们都能成功 但是呢 你在里面摸索呢 或者或者有很多坎呢 一天到晚这个自己难为自己啊 或者自己吓唬自己啊 或者是等等等等 哎 只能是负面的 只能是你的后腿 是吧 是你成功的后腿啊 专注和听劝 专注就是专注于我们的这个知识体系 哎 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知识体系放在这儿 即使做了很多年 你说这个知识体系放在这儿 我就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我给大家都展示出来 为什么我说是百分之三十啊 你们就足够了呢 你说我我工作那么多企业 是吧 我在微软 你说微软的 我现在想想我微软的任何一个同事拿过来 哎 在我们这个知识体上 体系上面 他们能他们能掌握 他们能说出来百分之三十吗 没有 他们只是在某个点 某个部分他做得很深了 是吧 因为他在这个职场做嘛 但是整个体系的这个广博度 我觉得能有百分之三十吗 绝对没有 是不是 绝对没有 那他们在这个都是在这种高大上的企业 他们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们来求职 是不是求职一个工作 你们在这个体系下面足够了吧 是不是足够了 所以一定要要挺确啊 我说这个知识体系够了够了 你要去在外面再去再抓一把 那抓一把 那就 有时候我看就累 那个大家来其实在里面 你发说的一句话 你等等我一看 我就知道你其实我 我觉得我看上来是比较深刻的啊 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现在偏离了方向啊 比如我说你这个考试赶快把它考了 那就赶快去考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在里面再折腾再矫情 那我就知道你又偏了 对不对 你后来发现全是白打 全是这种 efforts 一定是白费了 是吧 那我就说 哎呀 为什么不听劝呢 我都这样说 我都这样给大家说 那么多同学都分享的经验 像我这样渴望你们成功的了 然后轻住了心血来让你们成功的了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要听我的劝 对你让你们成功 我是一点是绝对的无私的啊 这点我是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啊 所以听劝啊 就是我说的 我们就按照做 是吧 抱团取暖 这个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很重要啊 抱团取暖 就像我们这个session上面 大家来到这上面 其实我们有的讲的内容 大家可能已经都熟悉了 大家来这儿是是得到一个这种支持啊 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支持 是吧 给 然后再在里 然后来到这儿来加油 打劲的 所以说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 我们 我们这个社区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求职 是吧 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抱团取暖的一个场所 来温暖大家的一个场所 是吧 在这里面 每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拧成了绳 然后每个人都互相支持 然后为了成功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艰难的立场 虽然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 但是重点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抱团取暖 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一点 大家可以放心 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你永远会得到足够的支持 是吧 而且你在这里面 这种我们这种展开这种温暖的怀抱 是吧 你在你任何的时候 受到挫折 有了困难 是吧 情绪的低迷 是吧 都都可以回来 让我们来温暖你 这就要抱团取暖 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在这个求职的历程中 真的需要这么点温暖 完美简历 因为其实这个 我说到这些东西啊 都是我比如一周两周 然后呢 同学们跟我联系 根据我的观察 我就会列出这样一些具体的这种tips来帮助大家来更加的修正大家的这个学习和求职的路径 那完美简历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个别的我看到简历就是其实做简历是应该容易的事情 大家就是我们上次那个Alex分享说有一个简历的template是吧 还有同学在跟我要 我没有拿到那个template 我让我让Alex把它放到我们的论坛里头 我都给大家说过了 而且说实话 我就在这明确的说 那个template 我觉得不会有超出我们的template template以上的价值 就是这样说 但是大家就觉得那就是一个法宝 为什么说到这儿呢 我觉得一个简历并不难 大家 你要workout的一个简历 不是一件难事 是不是 然后我们有相应的template 你可以参考 而且各种template 你应聘什么样的职位都有 还有一个有那么多现成的 inbid上的template 都可以做参考 你workout的根据你自己的职业背景 workout的一个很完美的简历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每次一看 我那个一看这个简历 我就能感觉到 我说你这个简历行了 你就没问题了 比如最近我们有个同学 我就我就我们都 我们这是我们社区嘛 跟我说那个 哎呀 这个简历 这个最近 他是他可能是兼职修职 是吧 简历 怎么最近这个就是 怎么机会很不多啊 他跟我说 我说你把简历给我 我说我怎么会呢 我说这个简历应该 你投简历了 应该是我已经说yes了 是吧 其实我其实后来我们那个同学把那个简历给我 我一看 我说我肯定没有没有说yes 就是在我的脑海里头 我简历是有一个半的 就是简历的轮廓非常的清晰啊 就这个我一看 我就知道你这个简历拿到市场上 人家怎么看你 所以说做好一个简历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这个这个efforts并不大 把他这个简历完美了 然后我们有很多tips 关于workout的一个完美的简历 你像你像我我们同学让我看简历的时候 基本上我会打开这个邮件 然后那个在他的简历里面 我扫一眼 扫那么几分钟都用不了 我这个就把他这个简历的这个 全部在我脑海里就印住了 你不信我们同学给我发打 发简历我看了一下 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其实我未必在在计算机跟前 是吧 我可能我可能在在客户那 我可能在开车 但是我都能给你很好的简历的feedback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简历 我一看那几个不足的点 我一目了然 是吧 我就能给你feedback 那比如刚才说到那个同学 给我发过来他的简历 我一看 我就说我肯定没有说yes 是吧 这是不可否认的 那workout的一个完美的简历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而且他是一次性的工作 当你在求职面试过程中 你需要完善他的 是不是要丰富他的 但是呢 你一个基本的完美的简历 是一次性的工作 他是你求职面试的开始 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他 认真对待他 按照我们的标准 形成一个完美的简历 是吧 呃 反省 优化和学习 这个在求职面试过程中 还有一个就是反省自己 这个这个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像我们在这个做这个 scribe这个model的时候 是吧 sprint 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会反省自己 其实像我 我也会反省自己 说实话 我每天都在反省自己 不光是这个学习了 各方面 我都会每天反省自己 有多少时间呢 你躺在床上 在睡觉之前 花个几分钟一想 哎 哪些今天做的不到位 哪些需要改进 不就完了吗 那在这个求职面试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反省自己 其实我们都有gap在这儿 我们不说 就是你这个体系 比起来之后 你只有去开始求职面试 有了面试之后啊 你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 哪些地方还有gap 就面试这个事情 我告诉大家 有的同学啊 从来没有面试过 是吧 就是比如才毕业啊 没有或者是 没有做过IT面试啊 大家都是忐忑的啊 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说 你一旦有了第一个面试 你发现你都会有信心了 因为你就知道 哦 原来IT面试是这样的 你是可以handle的 只要给你时间 让你强化自己 是吧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个 在面试的过程中 你一定是有gap 这种gap 有各种方面的gap 也许你比如 你现在学CRM 你可能有数据ETL 人家问到了 或者到云端的migration 人家问到了 或者人家问到了一个 比如这个 一个workflow plugin里面的 一个技术 一个技术点 问到了 你可能不太了解 是不是 这不叫gap了 这是一个 你需要fix一下 是不是 这些东西 那就要在这个面试过程中 是要不断的优化和学习的 对吗 但还有一些 我们叫gap 比如英语啊 英语 英语在以前的 我觉得我没有看到 我们同学有 有特别的这种英语的gap 但是呢 呃 现在我们同学多了 但有的英语还需要强化 其实其实就像以前我说的 你给我发一封email 然后你那个 给我发一个微信 是吧 说那么一句英语 真的我就能知道 你这个英语是否需要提升 因为你有的说的很硬啊 或者有的这个说法 非常中文中国话呀 对不对 我就那这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像英语这样的东西 那真的需要去同步的去把它提升的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找到就是我们如果比如是面试失败了 我觉得啊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五次面试啊 从我们开始求职 你五次面试都失败了 那我认为里面你有一个gap 一定是有gap在这儿的 要么你是你的你的你的这个啊 是语言需要提升 是吧 或者是你面试的model有问题 了解吧 就是你面试的 你这个你这个 我就刚才的乐观 滴滴向上 这种一种态度 有问题 这是有gap的 是吧 如果五次 基本上都有都都没有成功啊 这个就是正常状态下 我是说大家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呃 其实不是不能不像五次了 就是我说gap是五次 是吧 你在每一次面试都要反省自己 都是反省优化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面试是最好的优化学习的一个过程 呃 那那如果有了有了这样的gap 那就得下巴 这个下点大力气了啊 那那就是我们说英语 如果有这种gap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强调了 费点劲 把他那个你自己的这个简历写下来 几分钟介绍写下来 我们的那个论坛里面的那个上百道的题 把他写下来 answer都写下来 把他背 背啊 就是背 是吧 这样的话是最能快速的提高你的面试英语的啊 那如果是你的面试的整个model有问题 比如你这个整个的人家 就像刚才我谈到的我们这个猎头朱迪说 他就不想跟那人谈话 是吧 觉得很压抑很boring 那这个也要也要一个一个refresh的过程 我看看是不是我可以更加的积极 更加的向上 是不是 更加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positive就是主动的 proactive的来介绍自己 是吧 因为是一个对等的一个环境 我说相亲是不是相亲坐在那是双方对等的在交流沟通的 是吧 而不是一个非常柔腿的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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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吧 这样的一个人家问一句答一句这种方式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看看自己有这样的一个gap在这需要fix一下 对吗 还有这个因为我们想想到了在这个求职面试的过程中 求职面试是最艰辛的一个立场 我给大家说求职面试是一个艰辛的立场 我们有的同学很快 其实他们拿到这个offer之后 他们一定许的 这没过意 我才开始求职就成功了 有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你这次成功了 没关系 以后还有更多的求职面试的立场 因为你还要在你的职场提升 求职面试是一个人在北美最重要的技能 既然很艰辛很tough 那么很多人就会 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一种逃避 有的很多人把学习当中逃避 哎呀我这个也不会 我就说我这个还不太懂了 我那个还不太懂了 然后这个知识体系 我可能人家你看这个要求 我觉得我还不够ready 所以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这是而且呢 学习成了一种借口 这是要大家要避免的 一定要避免的 所以说我叫你要听劝 我说你行你就行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职场这个timing很重要 我觉得你一个是对个人是个时间成本 还有一个在职场的timing很重要 你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面试非常就就非常的 就是就是我们同学去面试 就觉得怎么没有面到什么问题 你像那个凯文去面试的时候 那时候他非常印象非常深 第一次面试 人家两个人就要给他offer了 最后最后人家问他 什么时候能上班 他说呀你我得两星期 我说你为什么不说下星期一就上班呢 然后那个最后回来了 他说老师我拿到offer了 我说好好好 非常恭喜 怎么第一次面试就拿到offer了 然后那个他就两天没消息了 两天没消息了 因为他说要两休以后 那人家说行 那我们再确认什么时候上班吧 他就回来 他说怎么没消息了 我说完蛋了 我说你赶快给挨诈发更信吧 你问他一下 确认一下 把那个上班的时间给敲定 那他发信过去之后 对方说 哦我们有其他的candidate 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在开始面试 就好像很easy 为什么大家 因为那时候timing嘛 那时候那个 你想我们是走在最前头的是吧 那时候那个 Gadamese那时候才开始booming 非常的热 他跟那时候的那个gap更大 知道吧 市场上的这个gap更大 没有人呢 他找不到人呢 面试要比现在当然 要要方便很多 因为面试你的人他不懂啊 那现在过了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市场发生很快 还是这个 比如这凯文最近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说到凯文 他给我打电话 他现在又换了家公司 他是在为一个政府 来做这个项目的 CM项目 他说那天给我打电话 说杨老师 哎呀 发现这个CM开发 有不少中国人呢 他现在加入到那个团队 还有另外五个中国人 都是CM developer 你想想 当我们在开始 在我们开始在 在在推广 Dynamic CRM的时候 有多少人懂CM 很少很少 市场上 而现在 你看他那个团队 就有五个中国人 在做Dynamic CRM 我不知道里面 还有没有我们的同学了 对不对 但是 所以说这个时代 真是不一样了 大家 就是你要 Ride的时候 要动手嘛 要不然他会增加 你求职的 这个scope 你知道吗 因为懂的人越来越多了嘛 这个应用越来越广博了嘛 所以说这个时间很重要 Timing很重要 你要走在时间的前面 而不要被人甩在后面 市场上的人 做的比你还 懂得比你多 是吧 做的就很深 那你面试的时候 就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是吧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千万不要把学习当成借口 我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学习不是借口 学习是服务于你的 是为了服务于你 拿到一个好的offer的 对吧 这是我给大家 今天讲的这些 这是我这两周吧 我看到的一些情况 我在这里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也许觉得 我是不是又讲的虚 如果有虚 讲的虚啊 你就提出来 大家 你提出来 我们可以 我可以把它给你 落到地下去 是吧 就是大家一定要 我希望这些东西 能踏实到大家的心上 能踏实到大家的心上 这样的话 绝对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是吧 比如这个 我还有一个 这个我再多说几句话 我就谈到这个学习啊 大家 我这个 我的这个 就是我一般 我认为的学习这个东西啊 是为 就是我刚才讨论的 是为你服务的 我不会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我的学习是有极强的目的性的 而且呢 就是超出 如果他超出 超出我这个目的 我就不会 我不会踏实他 那我以前有个同学 有个朋友啊 我们一块来到加拿大 是就上世纪末吧 我去接着他 是个女士啊 他在国内是顶级的 这个中国的电信运营商 是吧 他在里面总部 做的很好 做的职位也不错 但来到这儿 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学习 他现在在银行 做这个比较资深的consultant 是吧 给我们同学一个level 你想 给我们同学在银行 是一个level的啊 那他这个 我就看到他一个历程 他就是学习 他是个女士嘛 喜欢非常喜欢学习 非常喜欢钻牛角尖 我那时候 我记得 在我整个历程中 我到他们家去 他总是报一本书 要么是在学习加瓦 要么是在学习Linux 也就是这个大尖世界 IT领域 有无穷无尽的 这个知识体系 他要学习 而且他每次跟我说一下 他说 他怎么发现 这个越学越学不够 这个越学自己的差距越大 越学自己 这个越缺少自信 像他这个学习的历程啊 就是 我那时候 你看我在国内 我并没有在电讯 我到那个北电 他来到这儿 他在学习 他竟然没有到北电 没有成功 然后呢 他后来又在这上了个学 上了个master 那时候刚好赶上这个.com的破灭 上了master 然后呢 又从这个安锤来我啊 我告诉大家 他从这个junior level junior了 他先到了北电 就梦寐以求啊 加入到北电 工资还不错 算是算是intermediate level以下的 那时候 那时候别人已经很高端了 就是在同期的人 那时候已经飞得很高了 那时候我已经早就在这个 Lenovo 我都坐到director的位置了 是吧 管很大 三个大的团队 那时候他才 终于梦寐以求的加入到北电 然后实现了梦想之后 一两个月啊 他就是为了实现一下梦想 是吧 到北电 然后他出来之后 就到了多伦多 那时候他在沃泰华 那么就加入到另外一个consulting company 从一个junior level 四万多块钱啊 这样薪酬开始做起 那时候那时候已经 我觉得那时候我多大了 40快40岁了 他也过一年嘛 他也将近这个年龄开始做起 你想他这样一个历程 最后最后到现在啊 都是我们都是50岁左右的人了 他现在谈起来 他真正了解到 他说这个真谛是什么 学习是干什么用的 职场是什么东西 是吧 职场是能力啊 学以致用的 而不是无没有目的性的 片面的去学习 现在他才知道 这个当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 每天都在很大的压力之下 学的那些东西 是一点用都没有 恰恰distract的 他真正的 他应该专注的 发展的方向 和build的自己的技能 好解吗 虽然现在做得都很成功 在职场里面 他现在我说已经是老佛爷了 是吧 因为在一家银行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已经做得很深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历程看来 我是一个旁观者了 也是朋友是吧 我在看 所以这个历程走起来 非常的艰辛 其实他可以走得更好 更轻松 而且呢 有更大的回报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就是说 不要把学习当成借口 学习是为你使用的 学习之用的 我多说了几句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